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紫金 《明朝败家子》第三百章 扬眉吐气 萧静每每想到方济帆 心情都比较复杂 方济帆给他的阴影实在不少啊 这小宦官仰着脸看着萧静 看到萧静闲露出几分愁闷之色 脸上露出了犹豫 却还是继续说 冬场的番子还打探道 今儿这是收获土豆的日子 太子和新建伯等人 要选择及时开始收土豆 哦 萧静抬头 终于从方才的情绪中 回过身来 其实宦官们都迷信 对着农历最是看重 今天不能做这个 明天不能做这个 规规矩矩的 他们神信世上有神佛 只有信了 下辈子才能投胎 这投了胎 下辈子才能做完整的男人呢 萧儿萧静止略一想 其实不就是两个时辰之后 萧静顿了顿 又陷入沉思 冬场已经几次令陛下失望了 这一次陛下已经问起这事 现在有了结果得赶紧回报 只有如此方能显出冬极市场 并非无能 此时并不是计较个人恩怨的时候了 心里想定了 萧静便立即说 来人 一看宦官早在外头候着 一听萧静的声音 连忙进来 萧静问道 陛下现在何处啊 一个宦官说 这个时候该是在暖阁 召见几个大臣 萧静倒是迟疑起来 是不是该待会儿再走抱呢 不成 不能耽搁了 早去禀告 哪怕是一个时辰 自己在陛下的面前 也好有个敲台啊 否则再次错过机会 冬场的脸面 可就彻底丢光了 萧静当机立断说 去暖阁 天气很冷了 但是暖阁里 却依旧和外界不同 此时 洪志皇帝穿的 并不是很厚实 他正安静坐在 暖阁的御岸跟前 这两天 其实他的身子 染了一些风寒 老是咳嗽 不过对此 他似乎并不在意 只命人熬了一些 驱寒的汤水 喝了之后 觉得好了一些 他脑海里至今回忆的 还是欧阳志的话 辽东军民太苦了 是啊 辽东军民太苦了 而那西山的矿工 又何尝不苦呢 因此来推论 天下的百姓 哪一个不苦呢 想到此 洪志皇帝便没由来的 有一阵忧虑 他看着刘建 看着谢迁 看着李东阳 看着马文生 还有召来的 汉林士都学士 沈文 沈文是来汇报 关于诏书撰写情况的 陛下要下吃命 宣扬欧阳志的事件 可怎么把握 这位戴照房的士都学士 却有点犯了难了 可到了这里 陛下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沉默 偶尔听到陛下轻微的咳嗽 这倒令沈文心中 颇有几分担心 就在这出奇的安静中 洪志皇帝突然说 朱卿家 三皇五帝时 是什么样子呢 众人一愣 万万想不到 陛下竟有此雅兴啊 沈文一听到三皇五帝 便顿时提起了精神 眉飞色舞地说 那是大智之事 圣君教化万民 因而天下人 巨斗之力 路不失忆 也不庇护 真是令人向往啊 这几乎是读书人 最标准的答案了 洪志皇帝 却话不对提地说 那时的百姓 都能吃饱肚子吗 沈文顿了顿 再说 陛下 向来 他们一定是 可以吃饱的吧 圣君在上 百姓 岂会面带极色 洪志皇帝 虚了口气 悠悠地说 看来 朕不是圣君 可能是暴君 否则百姓们 怎么会面带极色呢 百姓 苦不堪言呢 沈文没料到 皇帝陛下 居然来抬杠了 本来还以为 这是理论上的研究 结果陛下一席话 差点没让他 噎死 他亲戚爱爱的 不知该怎么回答 总不能当真说 陛下确实暴君吧 洪志皇帝 却笑了笑 说 朕还有一事不明白 三皇五帝时 百姓尚可保识 何以到了如今 不止人心不古 便连吃饭穿衣 也不如古人呢 朕对此有所怀疑 这三皇五帝时 是否一额传额 这一下子 所有人都挣住了 任何学说 或者说宗教 最怕的就是 老有人问为什么 因为天下的学问 终究是有漏洞的 这世上从来不曾有 没有缺憾和漏洞的东西 因而一般的学术 或是宗教团体 大抵采取的办法就是 你再瞎逼逼 我就弄死你 于是后 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了 那么一切 就可以自圆其说了 可如果遇到一个 弄不死的人呢 比如 这个人乃是陛下呢 沈文憋红着脸 不知说啥好了 心里是堵得慌啊 只见 红之皇帝 怅然说道 三皇五帝 人人都敬仰 可三皇五帝时 何以让百姓们报时 又如何大致天下 后人们却多是 语焉不详 这真是多多怪事 其实 红之皇帝 并非是台杠 他反而希望 这世上真有 三皇五帝的大致之事 因为至少这证明了 大致之事是存在的 既然古人们可以做到 自己就可以朝那个目标去努力 他最害怕的是 倘若这三皇五帝 神圣之事 所骗的不过是乌鸦过客 才是真的令人可叹呢 众臣们 依旧不作声 好不容易 沈文作为汉林士都学士 颇有几分沉不住气 说 圣人说这是存在的 想来一定存在的吧 大致之事若不在 那么这圣人之道 又是从何而来呢 陛下万不可自生此念呢 红之皇帝反而审然一笑 说 可朕又有一个疑问 圣人之道早已传播天下 可为何自孔子做春秋以来 天下从未有过大致之事 有的不过是天下兴亡更替 百姓皆苦 沈文的感觉很糟糕啊 他甚至不想和洪志皇帝聊天了 换做别人 自己早就指着他鼻子破口大骂 妖言火中 可他不敢指着洪志皇帝的鼻子 只好悠悠地看了洪志皇帝一眼 装聋作哑起来 洪志皇帝却一声叹息 摇头苦笑说 或许人间便是如此 这才是一切的真相 正说着 外头有小宦官徐步进来说 禀陛下 肖公公求见 洪志皇帝微微皱眉 在洪志皇帝看来 肖静是个很懂事的人 一般情况 他是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打扰自己的 除非 洪志皇帝轻轻咳嗽一声 便说 肖静来吧 肖静进来了 看了众臣一眼 上前行礼 说 奴婢见过陛下 陛下 您的龙体好些了吗 洪志皇帝淡淡说 好些了 肖静却担心地看着一脸病容的洪志皇帝 说起来 洪志皇帝乃是他看着长大的 在外人眼里 自己是皇帝的奴婢 可在自己的心里呢 肖静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他也永远不会是一个好人 一个男人成了不阴不扬的怪物 怎么可以用好坏来区分呢 可是 无论对任何人 可能在别人眼里 他的面孔或是善或是恶 是爱争权夺利 又或者阴狠时 可以将人活活打死 可在肖静内心深处 他和洪志皇帝之间 却是有感情的 这种感情 掩藏着礼法之下 也只有在此时 眼见洪志皇帝一脸病容时候的样子 肖静的心 有些疼 他了解洪志皇帝的性情 自然知道洪志皇帝并不愿自己当着大臣们的面 问太多龙体欠佳的事情 以免外朝滋生出什么不好的议论来 因而很快正色起来 转而说 禀陛下 土豆 奴婢一打听清仇了 洪志皇帝顿时正经为主 在大臣们不解的目光之中 他肃然的说 你继续说 这是一种新的作物 乃是太子殿下 新建博 方成博所培育 据说 可以作为主粮 比红薯更佳 一下子 殿中众臣们面面相去 一个个虽是不露声色的样子 可眼神里依旧流露出了他们内心的震撼 主粮啊 要知道 其实主粮和粮食是不一样的 小麦是粮食 黄豆也可以是粮食 稻米更是粮食 可黄豆虽也可以作为粮 却人不能一直靠吃黄豆为生啊 这红薯是粮食 但是根据大家的了解 此为辅粮 还远远达不到主粮的程度 它可以改善无数百姓的生活 也可以在灾年时 救活无数人 可真正让人天天以红薯为生 这显然也不现实 可现在 萧静说的 这土豆 竟是主粮 红之皇帝脸色 更是显得慎重起来 眼眸微微眯起 陈生说 口味如何呀 太子殿下说 真香 萧静贤的谨慎 他得拿太子殿下的评价来说事 否则到时候若是难吃 那也是出门左转找太子 毕竟太子是金刚不坏 且不死之身 皇帝只有这么一个血脉 天大的事 也只能一纵了之 可他没有这么坚硬的身权 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红之皇帝若有所思 他脸色更加凝处了 为何 太子和方济凡 不曾来报 还没收获呢 萧静笑了笑 他看出陛下对此事的关注 因而徐徐说 东厂这儿大探到消息时 土豆还未收 终于 杨梅吐气了呀 你看 土豆还没收获呢 东鸡市场就大探到了 这说明啥呀 说明东鸡市场 并非是吃干饭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此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